大火快速加温 整鍋虱目魚粥發出啵啵的聲響 而避免底部燒焦用湯勺快速攪拌 先摘先摘了 再放上薑絲等配料 虱目魚粥出爐 一口吃下不止暖胃 還能品嚐到魚肉鮮甜 入冬以來首波冷氣團籠罩 台中低温只有17度 饕客都會特地來上一碗暖暖身子 迎接一天的開始 這種天氣吃了 然後早上就是那個粥 這吃的時候蠻舒服的 吃這個稀稀比較溫和 天氣冷的話差不多一兩成 業者搶賺天冷財 每天現在七八十尾施木魚備戰 而店內不只有魚粥 店家還將整套台南施木魚吃法 搬來台中 不只施木魚早餐 搶賺天冷財 還有這賣鱸魚湯的店家 也是熱呼呼迎戰低溫 鱸魚和高湯沖入蔥薑蒜 點綴的碗裡 搭配薑絲喝下 突顯魚肉鮮甜還降低腥味 身體瞬間暖了起來 這是海底魚 海鱸魚 把鱸魚換成鱸魚 用同樣的方式料理一樣美味 天氣冷嗖嗖 暖身的料理是民眾最愛 而業者也看著寒流報導 推出各種魚湯 搶賺 添冷財 記者王宇超 張志凱 SNG小組 台中報導 李宗盛 我們請問 美國